借主鼓勵大家 明恩 我們一起來禱告 借主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的健康平安 來到你吃恩寶座前見拜祢 求祢清潔我們的心 竭盡我們的靈 若我們過去對自己的生命 遇到風浪時就抱怨了原因 求祢赦免我們的軟弱與不完全 期待你的話語 再次讓我們重新得聽 讓我們生命活得更豐盛美好 這樣禱告就是奉靠耶穌的名字 阿們 人生就像這個潮水一樣一樣 齊齊活絡 也就是風靠海浪 好像也是非常靈靜的 但是我們遇到擺大的事的時候 我們是否在信仰上 還能夠站立得住呢 是否我們在風浪當中 還可以找出一條觸入 現在我們教會弟兄姐妹 其實有很多人都正在風浪當中 也都在病痛當中 他們正在跟生命活動 那教會藥中我們有幾個人 譬如說阿賢姐 永成修 長老 董町長老 湯國章長老 他們現在都正在做儲治 就是在做治療 那正在跟生命活動 那怎麼樣在這個病痛當中 能夠永遠面對困境 那我特別去看他長老的時候 然後我特別追求他的同意 經過他的同意 我來分享他的故事 他怎麼樣在病痛當中 他的信仰觀跟生命體驗 其實讓我非常感動 那我有跟他說 我今天要講逆準症的人 所以我要講你故事 然後他說好 這樣子 好 然後我要說 他最近他本來就在做治療 那在做化療 那他在病痛當中 他就不僅是在做化療 結果那一天呢 上週日 就在上週日 他本來是要去醫院住院打化療的 結果沒想到在這個過程當中 醫院都沒有病房 所以呢 有沒有去醫院 沒有 你知道嗎 就在當天有效果 然後他那時候剛好正在打電話給我 他就要想說沒有病房 然後希望我能夠幫忙他找病房這樣子 結果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正在打電話給我那一剎那 正在那一剎那 隔壁鄰居火燒 就是灰球磚 然後呢 他看到火事喔 他就趕緊把電話放下 然後就從不去這樣子 原來就是家裡的 後來呢 他就快點打壓二球 然後呢 就請人家 就是請你那個要求 打那個消防局 請他來滅火這樣子 但是在他們還沒來之前 他就快點拿水管這樣子 分分分分好 希望不要養起他們的家 但是因為來的人有些時候還沒那麼快對不對 那麼快速 可是那火事賣得很快啊 所以他們家兩間房子 樓上的房間也是有燒毀 所以就是說那個床鋪都燒起來 然後上面的那個牆壁都是烏梯黑的 所以已經混不住 但是就是要重新整理 可是你知道嗎 他這樣跟我講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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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很感謝上帝 其實我們很多人說 這烏入天風的怨雨 那這樣一行都一行 很痛苦的經驗 但是他說不是 他說他很感謝上帝 還好上帝讓他沒有被綁住 然後他們家 他們在家才能夠滅火 然後他們才能夠求救這個消防人員 如果他去住院的話 他們家就全毀了 連住地方就都沒有了 那才是真的可怕 所以現在樓下都還好 而且他這個樓下 他剛好整理就是要為自己的身體照顧 的援護 在樓下就整理一間房間要住 整理很感謝上帝 讓他還有一間可以住 然後他也可以整個住這個家 然後那個房子再整個住就可以 隔壁一區會複捨這樣子 好 那我要說的 凡事都有體兩面 看人家怎麼看 對不對 那他們就這個 潘長好他就選擇感恩 用感恩 他說看人家怎麼想 想正向的就敢恩喜的 如果你想富向就憂愁的 抱怨 那我選擇感謝上帝 這就是他找到的信哪派入 他用很感人的心 面對極大的試驗跟挑戰 而且呢 他在病房當中 他在坎坎看聖經 透過聖經 然後成為他力量的來源 他說 對著啊 我說你為什麼都能夠笑嘻嘻 都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沒辦法遇到了啊 遇到的時候就跟著 沒辦法就是這樣遇到了 因為他就學習素質 那我們今天 我們在這個 我們基督徒我們也常常會 面臨很多人生的試煉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樣面對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經文裡面 來看這個經文 他說 來我們一起來念這個經文 大家有念過我們 請來預備 來 我的弟兄們 你們若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 你會知道你的信心經過試煉 就成仁慣 但仁慣也當成功 使你們成全完備 好以缺欠 好 那到底什麼是試煉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講到試煉 那在西洋文裡面 他有講到這個Parismos 這個意思 他這個意思不是試探 他是在講說這個是一個考驗 那是意思說 他是帶有一個目標 帶有一個方向來考驗 試煉我們的 那他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怎樣 當我們經過了試煉 經過了考驗之後 我們的信心就怎樣 可以被堅固 然後又變得更堅強這樣子 所以這個試煉目的本身 其實他的用意是好的 雖然受試煉的時候會不會很苦 會不會 會不會很苦 如果讓你向你說 後面是好的 現在要你受歡迎 你要不要 你會要 我看我們沒有人會要 所以我跟你講 每一個人經過試煉的時候 都是很痛苦的 包括我剛剛說的這些人 他們也是很辛苦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看聖經這樣好多的例子 譬如說 雅伯拉海 他最大的事 他被信心之父 因為他有在很難得的機會裡面 不可能生命的過程 他剩下一個以撒對不對 然後他以撒 上帝卻是叫他 以撒要信給上帝 他會不會很難得的 所以這個雅伯拉海 心裡其實是很不捨 而且心裡很倒戈 如果有人要把你最愛的孩子 說要獻給上帝 我想你會要 不願意啊對不對 可是這個也是在不可能當中 就懷孕 然後就生這個孩子的 也是誰給的 也是上帝給的 後來他也是憑那種類 就是好吧順服你這樣子 那因為以撒就是上帝給的 他就順服沒話講 雖然他信念很大的痛 但是呢 神也在考驗他 他對這個雅伯拉 對我們的信心是很可怕 那雅伯拉海還是順子的 所以後來上帝就怎樣 阻止他 阻止他 那這個就通過考驗了 所以雅伯在這裡 剛剛也是在提醒我們 我們在這裡就很做到一個提醒 那這個面對試煉這個態度 就是雅伯他希望 其實雅伯是誰 就是耶穌 所以這裡講的雅伯 就是耶穌的弟弟 他是他在提醒這些信徒 他遇到困難跟試煉的時候 他的態度要怎麼樣 不是我們要 我們常常會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的時候都會說 欸怎樣抱怨 然後問為什麼 為什麼有沒有 我們常常會有這種態度 但是他這裡在講到說 我們要面對試煉的時候 我們要有很重要的一個正確態度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要講這個就是 我希望能有一個人 都有經歷苦難的時候 經歷試煉的時候 那我們怎樣這樣的態度去面對 他就是要幫助我們說 欸我們經過這些試煉 這些磨練這些考驗的時候 讓你內在你們這個信心 讓我們這個信心能夠被磨練出來 然後讓我們的生命怎樣 可以更堅強 可以承受更多的苦 然後你被歷練過之後 你生命被歷練過之後 你的信心就加倍 就像我之前也是有個大功大讓 我先過世的時候 我也覺得是一個大功那 可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現在在遇到試煉的時候 就覺得小就是沒什麼的 因為大功大讓已經度過了 現在在遇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覺得比較小的 那同樣這個也是一樣的 兩個也是希望說 你受試煉的時候 最終是遇到師生的師父 用什麼樣的心去面對 跟用什麼樣的心去回應神的試煉 那雅各從來沒有跟獨者說 欸相信念出基督以後 你後說怎樣 反釋順利反攻順 不是喔 相反的他警告這些獨者 然後也警告這些信徒 說你相信了之後 你前途還是一樣充滿了試煉 因為這個試煉呢 就是要幫助你越來越成勝 越來越完結 越來越有信心 越來越堅固 讓你的生命越來越喜樂 是透過這樣的過程當中 得到這個喜樂 所以自己風信是雅各寫給 散在那個 他第一姐姐講說 他是散陣在各個十二支派的 這些散居的這些人 他在問他們 問候他們 那是因為他們的了解 當時以色列也過得很苦 他們流以釋散 而且遭遇到很多的逼迫跟考驗 雅各希望這封信是鼓勵他們不要懼怕 要勇敢面對試煉 而且要有信心去面對 你就能夠怎樣 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約伯記裡面二三章 第十節 你們一起來讀好不好 對 來 男人他知道我所情的路 他試煉我之後 我必如今 我想因為我故事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都是有莫共讀 我想他受的苦 沒有人可以比他多了 所有的財務損失不要緊 家人所有的內亡 一系之間就畢業而已 連你準備的時間都來不及 而且呢 發生事情之後 那些朋友又在那邊冷朝熱縫 自己又得到病痛 所以那個真的是內憂外患 什麼都有的 這樣的試煉 歷經過很多的經勞跟挑戰 痛苦到他跟人群說 神啊 乾脆讓我死了算 結果在很喪事的時候 他就得出大自然 上帝讓他看到大自然的一些生命 然後讓他看到上帝的創造 創造上帝的作為 他開始去禮物 哎呀 原來生命自己真的是微小 然後他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全是其實都是屬於神的 他說一句很大的名言就是什麼 我過去風魂有禮 如今青年見 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話 他的人真的就開始不一樣了 他很改變 因為他對上帝的認識 越來越清楚 而且越來越信心 因為這樣 當我們對神有信心 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你就願意什麼 順直 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用從新的眼光去詮釋 他過去所遇到的問題跟情境跟試驗 他就能夠像那個金子一樣 然後經過被火的考驗 那個演繹的考驗 所以上帝在這個背後的過程當中 他堅持到最後的時候 上帝也註定他豐盛有名 所以耶穀是在這個試驗中 他憑著對上帝的信心 過程當中很堅韌 但是他持續忍耐到最後 然後當他跟神相遇的時候 要記得是跟神相遇之後 他越來越認識神之後 他那個心情就被堅固了 所以他就越過這個試煉 越過這個挑戰 他就不夠回到這個後面的處子 所以約果也是一個立轉聖明人生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第三節裡面 他有講到說 因為知道你們信心經過試驗 就會生忍耐 有沒有看到 那這裡講到忍耐 什麼叫忍耐 這裡的忍耐就講到說 這是很堅持 堅持很穩固 很多時候我們有很多生命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沒有很堅持 有沒有很穩固去面對 那這個忍耐不是消極的 這個忍耐是很積極的 而且他是這樣 為了某一個目標堅持這個信念 還有有盼望 往前走有盼望 是那種牽扯到你那種忍耐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是用信心來堅固 堅持持守一直到永遠 這種忍耐 那我們再來看 什麼叫成功 他說這個 第四節裡面提到說 忍耐也當成功 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成功的意思是在講說 成全完備的意思 他說忍耐的功課需要一直學習到 持續到永遠 這個是忍耐 一直要全學習 慢慢你就會越來越成功 越來越完全 越來越毫無缺欠 而且這個毫無缺欠是在講說 這個毫無缺欠還在講說 我們屬於生命是變成熟的 就是說當你有主耶穌之後 你就覺得好像 我真的需要神 好像有主耶穌之後 神會不缺了 我記得我上次有講過 你看心情他的果核達力 這些東西怎樣都要加給你 有沒有 這是我們上次在講的 那同樣的 我們來看到保羅 這個也是個非常好的例子 保羅怎樣 他為主傳福音這個過程 有沒有遇到好多的失戀 有沒有 保羅 在傳福音的過程有沒有 有喔 他不僅之後遇到失戀 而且他還被關對不對 那以前他是破壞瘋子 後來他自己怎樣要抓去關 他受到很多逼迫 但是保羅就怎樣 他還是很堅持忍耐 而且他很堅強去面對 那保羅在傳道的過程 他並沒有妥協 而且沒有受任何環境的限制 即使他被關 他無論在怎樣 得死或不得死的時候 他都傳福音 不管他 而且他身體雖然被關 可是怎樣 他心都還是很自由 而且他在經歷當中還怎樣 寫很多信有沒有 給很多的信譜 叫他們喔 你要如何 你要如何 每一個都去關照到 你看一個人在自己已經被關 然後處境很為難的時候 他還是一樣 心裡都沒有被關 身體被關了 沒有自由 但是身體有沒有自由 心裡有沒有自由 心裡很自由 沒有被捆綁住 所以他在經歷當中 他就做了一個 他也實際上在經歷當中 還讚美神 你想看你自己 你在困境當中還可以讚美神嗎 我看我們還滿懶的 我們通常都是越過之後 比較可以讚美神 可是在處境當中會不會 通常都不會 可是在保羅不是 他就是在處境當中 他就怎樣 讚美神 所以後來他也出監獄了 你看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看到那個保羅 他那種信心 那種堅固 而且他以基督怎樣 為活著的什麼 他說他活著是什麼 為基督而活 對不對 他說活著不再是我 來是什麼 基督在裡面活著 所以他把幻視看為什麼 憤怒 這就是保羅 那這就是利轉聖 他人生就是利轉聖 所以我們透過這些聖經的目 都可以知道 剛才爺婆來愛 這個約伯 然後這個保羅 這其實都是我們很認識的人 而且都很熟悉的人 那我要說 那我 我們基督也會遇到這麼多困難 對不對 我們個人有不同的天賦 不同的限制 然後我們也遇到不一樣的事業 在我們面對 在我們當中 那我們到底怎樣突破 我們來看看有一個人 這個人我覺得蠻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想這個大家都蠻熟的 這個人 有沒有認識這個人 認識的舉手 這個人不認識 不會吧 照片 照片好 待會兒我們放大片給你們看 等一下大片 這個人我先說他是一個牧師 然後他是一個奧運的選手 然後呢 這個牌克斯彬特這個牧師 他身體是有殘障 等一下我們給你們看 他身體殘障只有遺憾的手 但是呢他卻怎樣 做了三本書 來第一本書他寫的說 寧可缺手但沒有遺憾 這是第一本書 製作的第一本書 就說我沒有手但是我沒有遺憾 雖然我沒有手 可是我沒有遺憾 然後他第二本書是什麼 他說我的乒乓球人生 他是一個桌球選手 第三本書是什麼 贏得有去活得堅強 你看這種人還可以贏得有去活得這樣 我看過他本人到台灣來 他是德國人嘛 但是我看過他 他的手只有上半段 他寫了這三本書 那我想說我們都雙手戒拳 可是我們一本書都沒有寫出來 就是插入了 插入了一點點 來 那我也常常想說我應該做一本書 可是也從來都沒有寫過任何一本書 只有寫入文 那也不算什麼書這樣子 好 那他說了一句 他說了一句名字我很喜歡 這句話是這樣 來有沒有看過這個人 有了 好 看到這個人就想起來了 好 你看他的手 特別是這一點 有沒有看到 那個說他是唯一的大拇指 那一個大拇指很有效的 他說 他說一句名他說 只要我想做的 我就能夠做得到 來 我問你們 你有這樣的確信嗎 只要我想做的 我就可以做得到 來 我問你們 可以嗎 我想做我就能做得到 劉師你可以吧 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些人都一定有很深的 這種信念在他們當中 信心在他們當中 等一下我講他的故事 他說 他又說了一句話 我也很喜歡 我覺得他講的最後都很激烈我 所以我也請你們來 就是你們也可以得到激烈 他說 他在這個這本書 寧可缺手 但我缺陷這個本書裡面 他講到說 如果你只看到人眼中的缺陷 就無法看到上帝眼中的原白 這個就要看得懂嗎 如果我們一直看我們的缺陷 上帝給我們的原滿 我們都看不見了 就不知道上帝 痛到我們是多麼原滿的一件事情 那他自己這樣做見證 就是他自己的見證 我覺得我看到這個見證的時候 我其實我滿感動 他寫他發表出來的 那我說他發表這個見證 他是這樣說 他說我誕生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天 對我的父母跟整個小鎮來說 都是一個震撼蛋 因為本來他媽媽是希望 他是一個可愛的小男生 沒想到他一出生的時候 就是一個瑕疵品 然後又不能夠退婚 那這個對父母來講 真的是情何離開 他說我一生下來 就沒有下手背 那左上背只剩下一顆肉臉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顆 有沒有看到 那一顆很重要喔 但是我說 他說他把那一顆 稱為全世界推翻的大鬍子 這是他說的 而且他的右腿 等一下我們再看另外下一個 他說他的右腿 比右腿 比這一半的腿還來的短 25公升 這是他說的 所以他要穿一隻 所以要穿一隻 而且他還有紅綠色的色髮 那其實他是個典型的 多障礙的身分的小孩 但是他說感謝上帝 你看人家在這種逆境當中 他還這樣說 他說感謝上帝 欸 台灣人可能沒有這種白骨 我們這些人在德國的禮物是這樣 他說 我是在充滿信任的環境中 長大的小孩 上帝一直很祝福我 每天晚上 我都跟媽媽 我都會帶兄弟姐妹 就是帶大家一起禱告 而且為那些需要協助的人 他不是要為他自己禱告 他為什麼 為他幫助別人 那些那些痛苦的患難當中的禱告 就是說 為自己還要為別人禱告 為別人代表 那在我的心理上 機會上 這個信任就在這個家庭裡面 慢慢被建立 然後他就確信說 上帝都陪我在我身邊 而且隨時看過 我還有其他的人 這是他對上帝的什麼 信念 然後他 我在學TA 就是公共分析的時候 他有個我們說叫做早期決定 什麼叫早期決定 他說 我是一個重要的人 欸 這個想法很重要 我是一個重要的人 請問 我如果說你 你是一個重要的人嗎 蛤 你認為你是一個重要的人嗎 是 對嗎 很好 他說 我是一個有價值 而且受喜歡 而且被看中的人 你看他的自我價值是怎樣 自我概念跟形象都很好 他說 上帝不會因為人的不同 這樣怎麼對我偏欺負 甚至放棄我 對我 他說對我來說 相信上帝就是因為著我信任上帝 而上帝也信任人 我信任上帝 上帝也信任人 這是他的 這個是他的概念 但是呢 是不是每樣都是好的 他如果看到他的身體 他其實他 他說當同年的時候 他常常問為什麼 他說 他就跟上帝說 本來這是一個疑問 後來他就變成他的性能問題 他說 為什麼上帝讓小孩子生下來 就沒有手 你看問到第一個 第二人他就說 我來看我這裡好像有 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剛剛這個早期決定 他就這一個 這個很重要 也是一個重要的人 剛剛忘記放給大家看 好 那他就上帝的疑問是這樣子 他就說 上帝真的把他創造是沒有 剩下的就是沒有什麼 第二個 上帝真的把他創造 做壞了嗎 不然我怎麼會這樣 那我真的這件 剛剛不敢 如果是你有想 你會問這樣問題嗎 第三句他說 上帝可以把我治好嗎 可以讓我的手可以變長嗎 這個問題大概都是 沒人氣 然後再來 上帝把我從我殘缺中 完全止住不來嗎 那上帝創造我這個樣子 難道他看我是好的嗎 有沒有很多疑問 其實我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 是因為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也在問自己 我們點常要不要反應我們自己 我們的生命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長得你別人矮 為什麼長得你別人寵 為什麼長得你比較不可愛 你比較可愛 為什麼他比較聰明 我比較笨 有沒有 我們知道不是會這樣 會理嗎 然後他就說 那為什麼在上帝美好的創造裡 竟然有帶著殘缺 既然創造都是上帝 都是說創造 都是好的好的好的 那為什麼要殘缺 那為什麼要殘缺 那會上帝不能夠阻止這種 痛苦的形式嗎 這種痛苦的形式 不要嗎 上帝希望有人是殘障的嗎 這都是他理會 好 你們會發現剛剛我講的 他的早期決定那種信心 對上帝的信任 那後面也有一個什麼 他對上帝的疑惑 疑惑 好 但是喔 這個萊娜史密克 他這樣講 他說他反對把人分成殘障 跟非殘障 他說其實喔 我覺得他講這個就讓我覺得很激 他說其實所有人都有一方 都是受限 每一個人都有他受限的力 你相信嗎 好 然後呢 另一方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天賦 上帝給我們不一樣的恩賜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他只是這裡缺陷 這裡缺陷 好 殘缺 但是呢 他的心有沒有殘 哎 他心沒有殘 他因為他被是分裂的心 所以他就過了一個價值 他覺得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我們很多時候雙腳都很好 但是我們都覺得我們不重要的 而且我們覺得我不討我們喜歡 而且我們覺得我們被討厭 被人討厭 我們的心其實沒有很健康 這也是我們的缺陷 我們的生命當中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在講到說 其實我們的生命當中 常常都會自我限制 所以那就要看我們怎麼樣 對待我們面對的限制 這個也是在講說 他說其實上帝創造我們每個人都是獨一 而有不同的屬性 有不同的特質 那每個人被創造的人本來就都有限制 他就講到說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限制 那每個人都有屯破限制的可能性 所以雖然有限制 但是你可以突破 可以突破 他說我深信上帝不希望人毀在他自己的障礙 跟其他限制當中 他希望我們怎樣 突破不同的限制 大家能夠在不同的考驗當中 互相扶持 互相幫助 說你欠缺了 我幫你 我欠缺你幫我 是這樣子的情況 因為上帝他說 因為在他的生命當中 從在人看來是瑕疵品 但是因為他對上帝的信心 所以上帝讓他發現他自己的恩賜 就是怎樣 對桌拳恩賜 所以他就找到這個恩賜 因為他以前都是看名料在打球 然後因為他球不能打 所以後來那個打球的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看他們在打 他都很很想要打 他就去撿球 結果真的 他是撿球的份啊 而且他用一個很短的手這樣考慮 要進去 其實我們還要讓你看那個圖片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影片啊 可是因為時間不夠對不對 好好看 你們自己回去找 就是用這個名字家去打 很多圖片 很多的影片就出來 因為現在真的沒有時間 那他就說喔 他那個老師就經過很多的試 就是要考 就磨練他 然後特別為他製作一個平凡球拍 對 為他一個平凡球拍 然後就跟他的身上 擋在那個青凡球拍 然後他就一直他就 經過老師很嚴格的考驗 他上午都很好 但是一直就是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 他就一模 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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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剛剛說的那個試練 然後試練 然後考驗 磨練 然後他就忍耐忍耐忍耐 很痛苦 那也忍耐忍耐 綁那樣子其實很累 很痛苦 而且要大 那個過程好像很累 可是你知道嗎 他從1986年到2008年 他總共拿過七屆殘障才套運 而且七次的世界杯 還有十次以上的這個歐洲 歐洲杯的殘障的運動獎項 就是他榮顧四個金盤 四個銀盤 你看 奧英里大了什麼什麼 我曾經看過他在一個 東南大學打球 真的太厲害了 影片看就知道了 真的很厲害 牽球 牽得很漂亮 咻咻咻 而且又不快速喔 真的是很厲害 我看了很多 真的是 那 雖然你知道嗎 打桌球之後 雖然東南 那時候我想他賺了多少錢 可是呢 你看他就發現喔 人生發展到那個階段的時候 發現體力 路老的時候 都怕桌球 路老是不怕的 他自己有他的限制 所以他自己很清楚他的限制 他的極限在哪裡 所以他在2008年 他在從北京參加奧運之後 他就怎樣 轉到德國的Pull Up的地方 他就到神學院去了 他就在神學院 他又是部門的主任 然後又是牧師 他有的 他26歲的時候讀神學院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然後他自己又做心理之三 所以這個部分 有沒有 他後來要去就是心理啦 教育啦 心理啦 生命教育啦 他到處去演講 然後又擔任這個殘障桌球的 那個克喜教練 那他也是一個做監 就剛剛他做了三篇書 所以他也是一個做監 所以到處演講 記憶很多人 說全世界沒有人不知道他 那我講喔 這個萊納斯的史密克 因為身體受限 所以他遇到更加不同的生活 跟環境的事業跟考慮 可是他突破限制 尋找人生的可能性 那我要問你 你的限制在哪裡 你有沒有辦法突破他 你有沒有辦法因為你對上帝的信心 你說上帝啊 通過你我也可以這樣子 他就 這個 萊納斯的史密克他就是這樣 他就用他生命觀 他說喔 他說別人怎麼看你喔 端看你怎麼樣看待你自己 再說一次喔 別人怎麼看你是 你先怎麼看你自己 所以重點是誰看誰 自己看自己 如果你自己很確定你是誰 你就不怕別人說你如何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很清楚我是誰 然後我們清楚 我在上帝的地點我是誰 你就很清楚 所以他的人生才能功利轉身 他的生命才能夠激進全世界的人 那最後呢 我要跟別人大家 其實人生都會遇到很多的試驗 然後都有上帝的美意 計畫跟美意 那這些試驗呢 我剛剛講過 不要去埋怨 也不要去拒絕 說上帝 你到底是有沒有搞錯 我為什麼要激勵這些 不要去否定 上帝給我 單單就順服就好了 我發現喔 信而順服 你就不會繞很多圈 摩西就是不太順服 就繞很多圈 所以我們就順服 繞得比較快 不用受那麼多苦 這樣太累了 所以比較順服 就是這些試驗跟考驗 都是讓我們生命 經過淬變之後 可以有更有信心 可以更成熟更有智慧 更完全 能夠跟神更靠氣 那我們在未來的試驗當中 你就能夠怎樣 靠祖得勝 而且越來越喜樂 那我現在要跟隔壁的例句說 靠著祖接受試驗 你能夠力轉勝 跟隔壁的說 靠著祖 接受試驗 你能夠力轉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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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現在我要你們做一件事情 我們除了讓祖祖要力轉勝 靠祖要別勝之外 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 也是一樣喔 我們一定可以看到很多人怎樣 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 遇到事件 我們隔壁周遭的朋友們 家人也好 鄰居也好 我們的教會的朋友也好 都有一些家人 軟弱的在我們身邊 那我要你們怎樣 成為這些逆轉勝的幫手 就是你們要從這個幫手 你們要做什麼 把祂帶到上帝面前 把祂帶到教會 好不好 好不好 我要看到這樣 今天我看到碧玉姐 非常高興 好 碧玉姐 來 碧玉姐 齊力架 來 讓我們認識妳一下 我看到碧玉姐 非常高興 好 謝謝 還有我看到怡君 我也很高興 來 請齊力架 好 我高興 她一直都很害羞 不過她今天很棒 她上次坐在那個遙遠的地方 她今天已經可以坐在哪 我們剛剛坐在哪 我真的很高興 這個都是 我們自己在關心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高興 很棒 看到你們都要來 我很高興 最重要的是 把福利傳給他們 只有上帝可以改變他們 我們就讓他們不準勝 我們是沒有辦法 我們只是陪伴者 但是我們不是阻擋者 OK 好 然後第二個 我們就是要用神的心 用基督的心為心 來帶他們 對待他們 然後對他們接納 對他們尊重 尊重他們的價值 而且呢 常常的那個 關愛的眼神 我常常陪人喔 陪到都眼睛都會怎樣 濕濕的 常常這樣 因為只要感動就會流淚 我這個人超愛可能 感動就流淚 真的是這樣喔 那我們常常需要一顆 傾聽的很多 去聽 去了解別人內心在想著 然後去了解對方的心理 你知道嗎 當你被了解的時候 那個人就得醫次 你知道嗎 了解當中就得醫次 你相不相信 如理老公了解你 你會覺得 喔喔 湯 湯太遠 所以這很重要喔 那個P 能夠能夠了解別人 很重要 然後再來一次那個 專注 就是你 你遠來的時候 你沒有飄飄的 一直在顧別人喔 就是專注聽他說話 全身全心慣例聽他 其實我們很忙碌的時候 真的很難過 很難專注 真的 真的 病人跟我說喔 我們很難專注 醫生也是很難 等一下下一個又要來喔 其實我們很難專注 快點快點 不要再囉嗦了 下一個下一個這樣子 很多人很容易啊 很容易我們是這樣喔 因為是在世間有限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有些時候 你疲憊的人 他真的是需要 物質上 實質上的這個幫助 跟關係 也需要提供幫助 那我相信喔 當你對對方有愛的時候 神在那個生命當中 就會怎樣 能夠讓他越過這個試煉 能夠走過 也讓他生命可以逆轉生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 最後喔 我講這個 欸 他這個影片沒有 那我先 我這裡有喔 他說喔 只要你要逆轉生的逆絕 就是說 你的生命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我再說一次喔 讓你的生命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哥哥別人說一下 讓你的生命走在上帝的道路上 他說 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就不是單一一個人在分戰 你有上帝跟你同情 就一定要面對種種的試煉 OK 所以請教我們每個人生命怎樣 透過這樣的試煉 讓我們越茁壯 越有信心 越能夠持久忍耐 面對困難 面對困境 然後讓我們越過這衝 衝過然後就可以得勝 過一個逆轉生的人生 好不好 OK 我們一起來祷告 請教你幫助我們面對試煉的時候 能夠思考 有底同在 就能讓我們的生命更有信心 去面對困難 經過試煉的考慮後 讓我們的生命更成熟更完備 未來在經歷試煉的時候 不再懼怕 不再擔憂 不再退縮 能夠以喜樂心來面對 更有困難和挑戰 經過經歷過後 讓生命可以更提升 更有任性 活得更豐盛 活得更美好 這樣廣告不是奉靠主義師的名權 對 我們來唱 世面中的這首歌 我超喜歡的 這首歌是我先生過世的時候 然後我們當機師班 為我們獻的一首詩歌 那我這首詩歌也幫助我 遇到問題 遇到困難的時候怎樣 能夠面對 撕裂受停 但是怎樣 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但是怎樣 有不失事的話 這首歌非常棒 我們來學喔 這首歌新歌 但是我們可以來學 希望我們生命可以得到成長 這是聖經的話喔 對 對 你也在哪裡 你也在哪裡 在哪裡 你有那個 沒有 可以讓我親手 你看看 是真的有這樣 好 沒關係 有我在 好 太好了 這樣 好 你準是 好 那老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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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來 你 來 你 來 你 來 來 你 我 來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在 我 你 你 你 放在未来 当我的疤惑 丁净天上 暂时的不足 在荣耀的光中 推荐成不朽 一生命的刚强 丁丁的曙光 即将到来 与好有彩虹 到我熊藏 似我与不过 几次一线 只要是有将冒 出树变的光亮 将目的燕光 放在未来 将目的疤惑 丁净天上 暂时的不足 在荣耀的光纵 对天真不朽 一生命与刚强 丁丁的曙光 即将到来 不怕被困住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当中 因为有上命的爱 有上命的力量 就让我们上命 对得更刚强 更坚强 可以突破各样的困境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